想找代步工具市面上选择多元 其中电动自行车长得就像一帆机车 但最高时速只有25公里 不需口罩就能骑 因此车牌也只写着电动自行车五个字 大概八成有 是妈妈或者是年纪比较大一点 买菜竹这种是最多的 比较不在意速度 那就是只是要代步而已 纯粹就是买买东西 然后都是在家里附近的 现在全台约有四五十万辆 电动自行车在街上跑 交通部修法未来要挂牌才能上路 经管会跟着宣布 想取得牌照得先投保强制险 你这个车如果是已经有牌照了 但是你有可能是投保之后没有续保 在路上被拦检到说 你这个东西虽然是有牌照 但是你本身也没有投保 那当然就要找我们强保牌的处方 七百五到一千五 经管会表示即使是租赁的电动自行车 也得强制纳保 至于保单内容 还在讨论中 初步规划 范围和汽机车强制显差不多 但保险费率和年限都还没定案 投保的期间 当然外界有一些想法跟建议 那目前当然有些人就会建议说 是不是可以考量一下 那个电动车的一个电池的寿命 也是纳入考量的部分 所以这部分都还在整个考量当中 本身就是没有驾照才要买电动车 保险的话 就顶多就是多一个保障 我觉得这样子也可以 因为有些民众他也是希望说可以挂牌 会比较安全感一点 因为没有挂牌 有些可能还是会怕医师或什么的 草案目前进入60天预告期 要广征外界意见 才会送行政院和立法院审议 如果通过的话 将会和挂牌精致一起上路 台北报道